這是時代力量力運黨團 在昨天開了記者會要來揭發 說2018年至2022年 這是新北市長選舉期間 養德集團董事長徐玉瑞的旗下員工 涉嫌是以每個人10萬塊錢的方式來捐款 就規避了政治獻金法100萬元的上限 提供給侯友宜政治獻金 而且總金額是高達了1100萬元 質疑是違反了政治獻金法 出席白玉秋竹法王容認典禮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和法師們 開心比出三號手勢 但自身爭議恐怕讓他笑不出來 同一天上午時代量力委秋顯治 王婉玉開記者會 炮打侯友宜收受財團人頭政治獻金 徐玉瑞養德集團的旗下員工 非常整齊劃一的在特定的幾個日期 捐給侯友宜的政治獻金 總共高達了1100萬元 被點名的養德集團旗下多家子公司 包含士林電機國賓飯店新竹物流等 上至董事長總經理董監事 下至處長基層專員 一共53位在2018年5月2號 9月25號這兩天 每人捐贈10萬元給當時競選 新北市長的侯友宜 共計530萬 4年後侯友宜拼連任 仍以同樣模式進行捐款 而且人數金額都增加 兩次合計1100萬元的政治獻金 時間點起人移動 從協力到企業雇主到經理 其實都持續的來做捐款 而且這樣的捐款 非常的大量的集中 難道真的是巧合嗎 我想大家應該都不會這麼認為 實力更質疑 集團董作許玉瑞刻意規避 政治現金法對營利事業 捐款金額的100萬元上限 拿錢給員工 那員工充當捐款的人頭 那這個很清楚 這就違背政治現金法第14條 這一個由公司 以其他的名義拨款給員工 再捐給侯友宜 那這個可能會觸犯刑法的背信罪 所有的政治現金都可以檢驗 一切按照所有法律規定來辦理 捲入違法捐千萬元政治現金 楊德集團不回應相關指控 只是時代力量一張張證據 擺在臉前 侯友宜恐怕還得有更清楚的說明 才能釐清各界質疑 記者黃盛全 黃永昕採訪報導